网上有许多千叉的方法,我采纳两种。 第一种方法,买了肥土,在太阳地里暴晒了三边,然后放进小花盆,将一段段20厘米的枝条,底端抹上生根粉。 先用小树枝在土里搓个洞,再擦上枝条,买好土,放在阴凉处,六个星期后,每绿化枝全部变黑死掉,圆锥锈球,三个里活了一颗。 第二种方法,枝条插在枝石里,花盆下有水泡着,早晚更喷洒水在枝条上,盆子里的水两至三天换一次。 两个星期后,大约锈球四个枝条有两个长出根,出根率50%,圆锥锈球二十个枝条有五个长出根,出根率25%,每绿化没有长出根。 将有根的枝条全部移栽到有真因的土里,剩下的枝条继续留在枝石里,长出根的枝条,移栽到地里后生长情况良好,全部存活。 距离上次移栽到土里,路过两个星期,在枝石里的枝条大部分还是没有长出根,将这些枝条全部移栽到土里。 接下来两星期,在土里的枝条,陆陆续续长出嫩叶子,只有四颗木质花的枝条没有发嫩洋,初步判定已经死亡。 现在是多龙多的九月底了,秋风起,树叶红,冬天已经在角落里。 总结一下,玫瑰花很难牵插成果,绣球花比较容易活,绣球的木质花脑子不容易长嫩叶,嫩芝容易长根和发嫩叶。 我仿佛回到初中深入课做实验,时间如梭。